好来关注今天的欧战 上个星期俄罗斯宣布退出跟乌克兰协商好的黑海运粮协议 让全球粮食供应再度陷入危机 四天之后普京又改口 他愿意重回协议 普京说获得乌克兰的书面保证 他不会把黑海的人道走廊作为军事用途 外界分析普京这一次决策反复鲁莽 威胁国际社会不成 同时招致反效果 而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的电力设施 基辅因为没有电停了水 医院病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尤其是洗肾病患 正是在危险的最前线 俄罗斯在上周末突然宣布 退出与乌克兰协商好的黑海运粮协议 俄罗斯不再保障黑海人道走廊的安全 这项决定让全球粮食供应再度陷入危机 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改口 说要重回协议 普京表示在与调停人 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通话 并获得了乌克兰书面保证后 才决定重回协议 四天之内俄罗斯退出又重回协议 显示了这项决策有多鲁莽 普京威胁国际社会不成 还引来反效果 让已经陷入饥荒的国家不满 另外土耳其和联合国 也不理会俄罗斯的退出 协助乌克兰船只出口粮食的计划造就 外界认为 普京这一次是挖洞给自己跳 普京看来意气用事的作为 与俄军在前线溃败有关 他想借外交手段扳回议程 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大城市的电力设施 基辅水利发电厂遭袭断水 医院病人的生命立刻受到威胁 尤其是洗肾病患 医院是用水量大的场所 一天大约要15吨 由于水电时有时无 基辅最大的医院紧急将重症或需要手术的病患转院 西班牙及时雪中送炭 西国外交部长访问基辅 运来了30辆救护车捐给医疗单位 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欧伦纳·泽伦斯基 一号意外现身里斯本的网络高峰会 他向台下新创公司和科技企业喊话 希望借由他们的长才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欧罗斯大规模轰炸后 乌克兰民众也快速重建家园 不过他们现在最缺的建材是玻璃 因为大量玻璃被震碎市场供不应求 而俄罗斯现在最缺的则是炮弹 伊朗将提供更多的短程和中程飞弹 美国国务院透露北韩也计划运武器给俄罗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